昨天2022年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沈阳开幕 青少年足球的五年首秀在足球的舞台上尽情绽放 在沈阳李铁八号主题公园内 赫岁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宽阔的场地 专业的裁判 来自省内多只优秀青少年足球俱乐部的运动员尽情展示球技 赫岁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开始于2018年 经过几年的培育和发展 已经升级为家喻户晓的高水平青少年足球赛事 同时众多青少年足球人才也通过这个舞台走向更高的平台 踢球已经踢六年了 我踢的是守护员 保证球能不失 然后保证自己的球队不会输球 然后把训练的都 训练练的东西都给发挥出来 以赛带练 相互学习并增强团队意识 这场比赛在实践中体验足球的乐趣 更是发掘和培养优秀后备力量的新思路和新途径 本次邀请赛将持续到23号 共有U8至U12五个年龄组别进行角逐 这样一项比赛填补了我们北方地区冬季赛事的一个空白 对我们青少年足球的普及还有竞技水平的提高都非常的重要 在此也希望我们有更多的青少年和更多的足球爱好者 能够参与到这项赛事当中 为我们辽宁三大球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